向大会报告 目前出席人数有62位 与主法定而住 请主席宣布开会 本席宣布高雄市议会 第三届第三次临时大会开始 我们首先确认我们会议记录 我们第二次定期大会 第56次会议记录 已经放在我们各位同仁的桌上 各位同仁 针对我们的会议记录 有没有其他意见 那我们就确认 那向大会报告 我们今天的议程 首先要决定我们第三次 临时会议的日程表 请我们议事组人员宣读 高雄市议会第三届第三次 临时会议事日程表草案 109年4月22日星期三 一决定议事日程表 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情形 及产业纾困振兴剂 即提升观光旅游相关政策专案报告 4月23星期四 4月24星期五 议程均为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情形 及产业纾困振兴剂 提升观光旅游相关政策专案报告 备注本表金本会第三届第八次程序委员会会议审定 以上请审议 各位同仁 针对我们议事主所朗读的议事日程表草案 有没有其他意见 曾俊杰议员 谢谢 谢谢主席 我想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 原本有趋缓的现象 但是这几天 因为爆发左营军港 顿目舰队集体感染的事件 然后确诊者 可以说高雄市 照照照 光是细胞检讯就发了二十几万通 还有很多地方都还没说 为了避免发现社区群聚感染 本市在那边建议 本市的临时会不开 然后是这次的舰队疫情发展 看五月份 来开第三处的定期台会 如果今天的主席 并入定期会 然后来跟我们议会报告 那有关本市的疫情防治 及产业纾困的相关措施 我们也请请我们市長 我们的局处所长 是以直播的方式 或是开记者会的方式 然后公开的向市民 说明了 以上 各位同仁 有没有人服役 那因为本次的临时会 是由我们议员 那个联署要求召开 然后有现在我们 曾俊杰议员有提议说 是不是请市府 先以防疫为重 那建议本次临时会 就不召开 那我们就进行表决 那个赞成 我刚刚不是有先宣读 你们有28位 请求召开临时会吗 好那我们就请你们的民进党团总召 请你说明 韩世春议员 请 主席各位同仁 主席各位同仁 28位 跨担派 议员 联署 不简单 开三天的 认识会 在你刚才 我们草草 曾总召 报告后 就要把 发展会 我们有很多 疫情的防疫 包括中央纾困的一些专案下来了 我们要听听市长跟局处所长 针对这一波的疫情 要怎么样去做最好的防范 防疫重要 开会也同样重要 很多市民朋友 很多中小企业 包括弱势的团体 都在等待我们市政府 做怎么样的一个纾困的一个专案报告 难道这个不重要吗 立法院都已经在开议了 他们都做了很好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措施 因为这边同样也可以效法 立法院的作法 我们难道这样的一个开会 就不重要吗 市民的一个潜意就不重要吗 28个议员联署 跨党派 包括实力 包括五党级议员 这么重要的一个联署的一个临时会要召开 就在主席你这样吵吵的几句话 在曾总招的这样的一个建言之下 你就要把它结束掉吗 你这样会对市民情何以堪 如何交代呢 我们还是坚持三天的疫情能够如期召开 希望主席能够做最好的才是 我们请五党联盟的赵棋人朱信强议员请发言 主席 各位当年大家好 本市建议既然我们把定期会 应该是先讨论我们定期会在什么时候开 之前在程序委员会 当然大家认为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延期开会 当然不是无限期 在法定是六月底之前我们要开会 现在是不是先讨论我们什么时候要开会 当然既定 现在因为我们敦目舰队 因为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当然我们有联署签名超过三分之一 礼当要开临时会 不过像今天看起来在整个高雄市议会 我们的人数主席是不是有清查过 有没有超过一百人 这有没有 绝对是有嘛 就当议员 议员也六十 阴道人数六十六位嘛 出席人数有六十二位了嘛 包含联络员 媒体记者啦 本席在这边呢 也建议说 是不是说 有既定的一个日程 我们要开定期大会 是不是取消 这三天的临时会 包含市长 市政府 为因应 纾困 还是观光旅游这方面 由市政府这边自行 在市政府召开记者会 以上谢谢 谢谢朱议员 我们请时代力量林一凯议员发言 林一言请 谢谢主席 因为六十二位议员 都已经到了现场 结果局处的官员 都没有到场 所以这个情况底下 我们就知道 今天这个临时会 可能会有变数 那我觉得 既然是二十八位 跨党派议员的联署 就不应该在事前 就预设立场 让局处官员 根本就没有出来列席 这个是不是 就已经告诉我们 今天不要开会的意思 那六十二位议员 还有从山上下来的议员 那这些议员怎么办 大家都已经到现场了 是不是 那第二个是 这个礼拜开始 其实一些纾困方案 就开始在执行 很多市民都在问说 怎么样的资格 可以领到三万块 接下来那些企业 在做纾困贷款的时候 被银行卡关 没有办法正式的 申请到这些贷款 要纾困的人 得不到纾困的费用 得不到纾困的这些补助 这些都是现在市民 跟厂商在关注的事情 如果我们真的 等到定期大会 再召开的时候 搞不好有些厂商 跟市民已经 董不住了 所以我们在这边 强烈的呼吁 这三天不是很长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 就是市府 把相关的方案 都拿出来报告之后 议员对这些方案 如果有意见 马上提出 市民的需求是什么 在这边讲清楚 我们才可以做 即时的纾困方案的因应 不要说等到定期大会 现在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开 那个时候市民的纾困方案 搞不好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认为说 这次的临时大会 临时会 应该要如期召开 让市府来讲清楚 议员把民众的需求 也在议会这边提出来 不然没有其他管道可以讲了 谢谢 那个跟您议员报告 市府的人不是没有参加 现在我们是议会自喜 在讨论我们议事日程表 他们都在外面等待 所以还是没有先请他进来 那我们各位同仁请就座 各党派已经都表示 你们的论述了 我们请议事组 清点在场人数 把我议 没有 Está enés 你贵 lengths 要说 是 我们不冥有 它们已经在场这个 铺 整个涉 broad 大 Si 你 good 所以 向大會報告目前在場人數有63位 那現在在場人數共有63位 贊成曾議員所提本次臨時會不宜召開的請舉手 中場人數都在的是育貿� 重打傳統 vintage 中場人數都在dal siih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举手 清门再举一次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棘手的有32位 好 那反对我们曾议员所提继续召开临时后的请举手 那个本席在宣读哈 反对曾议员所提 我们继续召 而不是 反对曾议员所提继续召开临时会的请举手 那个议事组人员请针对举手的宣读几位 目前没有 目前一位议员举手 两位 三位 那表决的结果 赞成的有32票 反对的有两位 那本次临时会不召开 另行召开程序委员会 选议第三次定期大会 议事日本日程表草案 今天会议到此结束 上会